今天一整天,相信大家都有从各个管道看到 早上9点半左右,大马皇家海军有两架直升机 在霹雳红土坎基地为来临星期六的海军90周年庆典进行彩排时 发生了擦撞意外 有报道形容,两架直升机在彩排的时候 疑似因为其中一辆直升机的螺旋桨打中了前方直升机的尾部 造成两架直升机双双坠毁在基地体育场的跑道以及游泳池范围 而很遗憾的是,机上10名机组人员和成员全都罹难 当中包括3名女性 空难发生后,国家元首苏丹尼布拉辛陛下和首相安华都马上发文告 向罹难者家属致哀 而大马皇家海军也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 鉴定空难发生的原因 同时呼吁各界不要再散播和空难有关的视频 避免对家属造成二度伤害 至于国防部长卡丽诺丁则在记者会上提到 这个星期六举行的海军90周年庆典 以及下个星期举行的海军日开放活动全部取消 大马皇家海军在文告当中提到 今天早上出事的海军直升机 一架名为非洲小湖 在这三名机组人员 那么另一架则叫做AW139直升机 当时载有7人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在海军基地体育场之后 碎成一团废铁 当时还冒出滚滚浓烟 甚至有报道形容有人听到了凄厉的惨叫声 就好像是灾难片一样非常吓人 虽然救援队伍很快就抵达进行抢救 但是很遗憾 最终10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而遗体被送往了宏图坎海军医院进行身份鉴定 那目前遗体已经转送到医保医院进行解剖 报道引述一名目击空难发生过程的海军人员的话形容 事发当时他和13名队员正在海军基地的游泳池里训练 他们是因为知道9点半有直升机演练彩排 才会拿出手机拍摄 怎么知道手机竟然拍到两辆直升机发生擦撞后 快速地从空中直坠到地面上 吓得他拿着手机赶快跑 另一位在泳池旁拍到这一机画面的男子更形容 直升机擦撞之后 有很多的碎片从他的头顶上掉下来 最后证实其中一名在游泳池训练的海军 也被直升机的碎片给割伤了 而后来社交媒体上就陆续传出 有几个罹难者的故事让人看得非常心酸 那首先在十名罹难者当中 广告我们有提到有三名女性成员 据说今天早上他们三个人在起飞之前 还一起坐在直升机里开心地拍合照 甚至其中一个人还比出了爱心手势 只不过现在重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实在让人不胜唏嘘啊 还有四天前从沙巴亚币出发到 宏图坎海军基地参与庆典 但今天却出事的其中一架直升机 当时从亚币出发的时候 还有成员就拍到 那军队成员向同僚挥手 祝愿早日完成任务归队的照片 同样让人觉得心酸的是 这张欢送的照片 竟然成了和同僚的诀别 其中一名机师已经在空难中罹难 那另外呢马来报章 大都会日报很快就找到 其中一名来自槟城的罹难者的家属 那死者的妹妹就说 空难发生了几个小时之前 她的哥哥还有打电话 回家问候爸妈 没有想到那通电话 竟然成了他们家里最后的通话 他形容哥哥每一次 在执行任务之前 都会习惯打电话跟爸妈聊天 只不过今天 在跟爸妈通完电话之后 家人接下来竟然 是先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哥哥的死讯 接着呢就收到大嫂 从军营那边打电话来过来通知他们 所以死者的父亲跟亲属呢 就马上赶到宏图坎军营 要确认亲属的身份啊 宏图坎海军基地 发生直升机擦撞坠毁 造成10名海军人员 罹难的严重空难后 比利州总警长尤思利 今天召开记得会时提到 今天早上坠毁的直升机 和机上的人员 都不是第一次参与演习 那今天是为了海军周年庆典 进行的第三次彩排 却不幸发生了意外 国防卫队首长 穆罕默阿杜拉曼 也对媒体形容 这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剧 会发生了宏图坎军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